那副总统后选人好感度也出炉了 根据最新的媒体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小美琴好感度是45% 国民党赵绍康32% 不过民众党的吴欣盈只有16% 虽然在不喜欢程度上 赵绍康是以49%居管 不过吴欣盈短时间内增加了17% 也是一大警绪 今天吴欣盈他早上去立法院的时候就说了 他才刚刚参选不到两个礼拜 会继续努力 周四未还委员会9点开会 赵维吴欣盈迟到5分钟赶紧签名 进去开会 我也想问一下好感度 这会期最后一次主持 因为参选副总统场面依旧相当热闹 他也把握机会分享杜拜气候大会 出访遇上的外交难题 我们就是被交代要非常低调 要到大家回台北的时候 才能po的比较辨识度高的 展示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外交困境当中 第一次我们四个委员都没有办法进蓝区的厂 对部长自己也没办法进去嘛 对不对 审战到处时刻展现国际外交能力 但有没有替选情加分 来看看媒体最新民调 副手好感度部分 只有小美琴喜欢大过不喜欢 这个完全互补的作用 柯文哲对吴欣宜很有信心 除了街头开奖扫街 吴欣宜也不畏战 接受学生提问面对面 努力跟民众拉近距离 接下来北京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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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